今天,未备战世界锦标赛 中国跳水队继续在队内进行了测试赛 之前表现出色的全红蝉这次居然输了 她被陈玉希击败了 陈玉希以422.70分的总成绩获得了第一名 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全红蝉自从去年在东京奥运会上成名后 首次输给陈玉希 在此之前,两人曾参加过许多比赛,如全运会 每次都是全红蝉获胜 但这次她输给了陈玉希,真遗憾 陈玉希得到了422.70分 表现得非常稳定 当陈玉希在接受采访谈到世界锦标赛时 刚刚打败全红蝉的陈玉希信心十足 她表示,她将努力参加两个项目并获得两枚金牌 很明显,陈玉希已经瞄准的是锦赛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陈玉希将参加女子单人十米跳台和双人十米跳台的比赛 而她的双人组合搭档是全红蝉 之前,陈玉希和张佳琪在东京奥运会上夺得了金牌 现在她的搭档换成了全红蝉 他们磨合得很好 但在单打项目上 陈玉希要想在市锦赛上封后 就需要发挥出色 而她的主要竞争对手是全红蝉 全红蝉和陈玉希的关系很好 陈玉希很早就成名了 全红蝉是一位奥运会的天才少女 奥运会结束后 两人之间最激动人心的比赛是陕西全红蝉 当时,全红蝉在落后时 上演了一场大逆转 而陈玉希的心态发生了重大变化 在最后两次跳水中,她出现了失误 结果输给了全红蝉 两人的决斗非常精彩 陈玉希为6月份在布达佩斯举行的市锦赛 做了有针对性的准备 之前,她表示会冲击两枚金牌 而站在旁边的全红蝉笑着表示她也是 很少能在场外看到 两位竞争对手之间的关系如此融洽 一起打打闹闹,非常有趣 只要正常发挥的话 全红蝉和陈玉希很有可能会在双人10米跳台上 获得金牌 至于单人10米跳台项目的竞争 将会非常激烈 期待着全红蝉和陈玉希在下个月的精彩表现